8月31号,台湾防务部门提交了一份关于解放军的军力报告 这份报告说,解放军已经全盘掌握台湾军事动态 及完善战场经营,并出具瘫痪防空制海及反制作战体系的能力 此言不虚 我们知道解放军军改以来,加强实战化影韵 同时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步伐非常快 在新的作战指挥体系之下,顺畅执行对台军事斗争的各项任务 按照目前台湾的军方的战斗力的构成来讲 它主要是缺中远程打击武器 所以蔡英文当局非常想要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 比如说他下大力要购买美智的海马斯火箭炮 AGM-84空对海的导弹 AGM-88高速反复射导弹和AGM-154远程导弹 他还准备用自己的生产能力加快生产雄风2E 他现在叫雄身计划 所有这些背后其实就一个字,就是钱 因为台湾买美智武器它是出了名的 就是一个字贵嘛 人成冤大头 比如说美智的M112的坦克 每辆美军的标准开价是860万美元 卖给台湾三倍价钱 台湾之所以心甘情愿 他无非就是想买到美国所谓的六项承诺这个保证 但是地球人都知道 这六项承诺的保证 只是美国受台湾 就是承诺给台湾的一个军购案的这样一个合同条款 并不是美国做出的要出兵干涉台海事务的一个正式承诺 所以这种很虚幻的感觉 台中分子其实是很清楚的 其实对于我们解放军而言的 解决台湾问题是分分钟的事 需要指出的是 去年同期台湾防务部门发了一份报告 叫2020解放军的军力报告 在那份报告里面他讲的是 解放军尚未具备全面犯台的正规作战能力 两项一比较 仅仅过了一年时间 调子就全变了 当然一方面这是经过一年的解放军的实力 肯定有一个稳步的提高和增长了 但更重要的是 美国换了一届政府 这个政府当然要从台海捞更多的油水 所以台湾就是台独势力出台这样一个报告 其实就不足为怪了 台湾防务部门今天上午呢 公布了解放军军机 在台湾西南空域出现的一个画面 他们讲今年的解放军空军 已经累计进入该空域140天 大概有403架次 看起来呢 解放军去那边有的时候 它是一个空中编队 或者说呢 有的时候是某型飞机反复进出该空域 这说明解放军的空中力量进入这个空域呢 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同时也说明 解放军去台湾西南空域 并不是随意去那边溜满的 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军事行动 所以我们绝不能用简单的一种 普通的军事训练 去概括这种行动 爆升屏就会消化好了 先回来 二带 证下